下面一至二节 也就这一章的第二小节 我们跟各位介绍所谓的单位系统 首先第一点 谈到单位系统 我们先谈我们的基本的物理量 在应用力学里面 我们有几个基本的物理量 在应用力学里面就是 一个是长度 第二个时间 第三个质量 第四个是力量 其他的物理量 都是由这基本的几个物理量构成的 例如速度 我们知道 就是等于每单位时间之间移动的距离 所以等L除以T 也就是说速度是由长度跟时间 这两个物理量所构成的一个物理量 所构成一个物理量 而我们一般的单位系统 主要就是define这几个基本的物理量的大小 在我们这个讲下去以前呢 我们这边跟各位看 这个forl 我们叫做dimension 中文叫音次 这可能大部分同学没听过 这边先解释一下 音次跟单位的差别 所谓的音次 指的是一个物理量的总称 长度就叫音次 时间也叫音次 那什么叫单位 因为我只说这个长度 我不晓得大小 单位是由来描述这个物理量 也就是这个音次的大小 比如说一公尺 那我就知道指的是这么长 我说这个长度是一公尺 指的是这么长 两公尺就那么长 OK 那个是单位 公尺啊 公分啊 公斤等等 是我们单位 有了单位 你才可以知道这个物理量 真正的大小 而这个物理量 我们通通叫物理量 所以我们把 每一种特定的物理量 我们一般就叫做音次 所以长度 所以长度 那个力量 质量等等 都叫做音次 速度 也是音次 只是这边讲的 速度 这个音次 是等于长度 这个音次 除以时间 所以音次 指的是 那个物理量的总称 之间的关系 单位 就是会描述 它真正的大小 你不能只说长度啊 我要知道多长啊 所以这样单位系统 是一公尺 还是一音次 那中文是 我们就是用长度啊 时间 英文我们用的就是 这上面的L T 或是M 或是F 因为为什么 我会介绍这个音次的名词 等一下我们会告诉各位 因为借由音次 这个观念 我们等一下可以告诉各位 你如何判断 一个方程式 有没有问题 那在工程上 我们一般用的单位系统 有两个 第一个 OK 第一个 我们是 就是 就是 就是叫做 那个所谓的 全球单位系统 一般我们叫做 SI字 也就是一般所称的 公字 另外 第二类 我们叫做 美国惯用系统 也就一般所谓的 美字 那我们这边呢 等一下会解释 这边我们讲的 公字 SI字 是一个绝对 坐标系统 美字呢 我们说是一个重力系统 单位系统 为什么 这两个 为什么美字会叫重力 那个是叫做重力单位系统 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说明 那我们现在分别来介绍这两种 不要忘了 在我们讲以前有一点注意的 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一开始 依据刘顿第二运动定律 我们就define了F 等于MA 那这个意思是代表什么呢 因为我一定要强迫它满着这个 所以我这个的单位啊 我不能够力量 质 我不能说力量 质量 跟这个加速度就是长度除以时间 我通通都给它规定 因为我这是 这个公式里面就扯到了四个音次 一个是力量 一个是质量 一个是长度 一个是时间 可是这四个音次 我不能通通都给它规定单位 因为我一规定的单位 这个方程式就不见得会满足 所以这四个 这个位置要满足这个公式 四个音次里面呢 我只能有三个音次 给它决定单位是什么 第四个的单位 就要用来强迫它满足 这个方程式 我们首先先看公式 所以四个基本的音次里面 基本的物理量里面 在公式里面 我们选择的是时间 长度跟质量 这个我们叫它基本的那个单位 基本的物理量 基本的音次 然后呢 那force力量 当作所谓的导出单位 所谓的导出单位 就是我决定了 时间 长度 跟质量的单位以后 我力量的单位 我要强迫它满足 F 等于一倍的 M A 那在公式里面 首先时间 我们选择的单位 通常就是秒 那是基本单位 秒 那个 或是分啊 小时之类的 但是基本上就是秒 而这个秒不是随便定义的 下面这个从你们课本抄下来 它是指的 这个sesamin是一个色原子 是这个原子 为什么选择原子 不知道 是这个原子的最低的两层 为那个人接 它之间的电子互相跳动 你们看它跳动多少次 跳 跳动的 这是91亿 跳动的 来回跳动那么多次 所需的时间 想象中它跳得非常快 因为只有一秒 一秒指的 就是这个的原子的最低人接 最低的两层人接的电子 这样来回跳动91次 那么多次 所需的时间 我们这边告诉各位 就是说那个一秒 它是依据一个自然界的 一个现象 定义出来的 不是我们随便定的 OK 只依据自然界的现象 所定义出来的 这个是秒 在工资里面的单位 第二个 长度的单位 工资里面 我一般用的是公尺 这个公尺 也不是随便定的 你们仔细看 它是指的什么呢 从赤道到北极的一条金线 你知道地球有很多金线 赤道到北极的金线 那条金线的长度的千万分之一 但是金线有很多 你知道东基西金 这个事实上指的是零度金线 它刚好通过巴黎 也就是从 你在整个地球上 从赤道到北极 画一条金线 这条金线会经过巴黎 那个金线 那段距离 那个圆弧的距离 千万分之一 我们定做一公尺 也就你们现在所知道的 一公尺的那个长度 所以它也是一个自然现象 它是依据地球的尺寸 定义出来 这个不要记啊 你们课本上也有 我就让你们了解 这些基本的单位 不是随便定的 它是依据一个自然现象 第三个质量 你们都知道质量 不会随地形与你而变 任何一个物体质量 在地球是这个质量 在月球也是这个质量 它这个质量是什么呢 是因此质量是一个比较出来的 那应该要先定一个 最基本的质量 一公斤 一公斤的质量是什么呢 是拿一个白金的圆柱 这个圆柱的长是39mm 直径也是39mm 也就是说 一个39乘39平方的 这个白金 这个材料的圆柱 这个质量 我们就把它叫做一公斤 我们就这样子规定 其他的质量是多少 你就跟这个比 是它两倍就要两公斤 半倍就要0.5公斤 这个圆柱 我的了解 好像现在是存在巴黎 不晓得是哪个博物馆 不知道 标是不是在罗浮宫 我不很确定 反正这个原始的 这个还存还在 存在某一个博物馆 好 这边来讲 我们就告诉了 在工资里面 时间是用秒 时间的单位是用秒 就讲的单位是描述这个物理量 也就是这个英次的大小 时间是用秒 长度用公尺 质量用公斤 那力量的单位是怎么样呢 那就是我们说的了 力量的单位 你就不能够胡来 因为你要满足F的 所以力量 在工资里面 我们define一个名词 叫做刘顿 N-E-W-T-O-N 就是刘顿 那就是刘顿的名字 那是纪念它的 我们就说 所谓一流顿的力量 是什么呢 假定有一个物体的质量 刚好一公斤 你用某一个力量是推 使它产生 每秒每秒一公尺 你们看 长度的质量单位就是公斤 长度是公尺 时间是秒 用一个力量 去推一个一公斤的 质量为一公斤的物体 使它产生 每秒每秒一公尺的加速度 这么大小的力量 我们就定义做一流顿 因此依据 我们刚刚所讲的 F等于MA F等于MA来说 F等于M 依照我们刚刚讲的 F等于MA来说的话 就是讲的 一公斤 乘上每秒每秒一公尺 这边就等于一流顿 也就我们下面这个式子 因此流顿 这个单位是很特别的单位 它就是为着要满足 F等于一倍的MA 这个公式 所设出来的 但是在公子里面 我们用的就叫流顿 因此你们现在要注意到一件事 虽然静力学用不到 动力学用不到 如果在动力学是要用到 流顿运动F等MA的时候 力量的单位 一定要用流顿 质量的单位 一定要用公斤 长度的单位 一定要用每秒每秒一公尺 如果你要说 我的加速度是 每小时每小时多少公里 你还是要把它画成 每秒每秒一公尺 这就是我们讲的 用到流顿第二运动定义的时候 不管力量质量跟加速度的单位 一定要固定 力量一定要用流顿 质量一定要用公斤 加速度一定要有 每秒每秒多少公尺 它才能符合F等于一倍的MA 你单位有一个物理量的单位 不符合这个 那它就不应该符合F等于一倍MA 可能会符合其他的倍数 符合其他的倍数 所以这个各位现在就牢牢记住 因为你们现在动力学会用到 像我刚刚说的 如果我们是在公质单位系统 时间的单位是秒 长度的单位是公尺 质量的单位是公斤 力的单位 我们就要依据F等于MA这个公式 定义出来 一个单位叫做流顿 而这个一个流顿代表了 如果有一个外力 可以使一个质量为一公斤的物体 产生每秒每秒一公尺的加速度 我们就说这么大小力量 叫流顿 那个是一个流顿的单位 那流顿的单位 好 那我们现在看 咦 假设现在在地球上某一个点 它的重力加速度 是9.81 每秒每秒9.81公尺 我们这边只是提醒各位一下 你们看我这边 旁边还有写另外一个数字 9.80 有小数点五位 这个是比较正确的 在那个地球的那个半径 等于6370公里的地方 这是真正用6370算出来的 但是提醒各位 你们真正实际在使用的时候 就用9.81 不要用到小数点五位 有的人会想说 我用那个小数点五位 不是算出来更准 告诉各位 不会 这个小数点五位的数字 是把R等于 那个6370公里带进去 所算出来的结果 9.81当了四舍五路 但我们已经讲了 你在地球上各表 就是9.81 也只是在地球的某一 表面上某一个点 才9.81 其他都不是 那你根本 比如说你现在要做的工作 是在高雄 我们知道 那一点绝对不在高雄 所以高雄市 你在地表上的重力加速 就不是9.81 既然因此9.81 已经是一个差异 那你后面摆那么多小数点 一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请注意 这是你们课本上 给的一个数字 好像比较整确 以实物来讲 它一点都没有比较整确 因为就是这个数据 也是一个大约值 既然是一个大约值 你就把它简化 所以小数点两位 这总共三个有效会是够了 所以我们现在考虑 甲鲸在地表上 一个位置 它的重量加速度 是9.81 那我们这边就知道 如果有一个质量 一个物体质量是一公斤 它的重量 就是一乘上9.81 等于9.81流顿 所以注意 一个物体的质量 是一公斤的时候 它的重量 是9.81流顿 但是 你们同学应该 有人一直在想 有人在想这件事 我们平常不是 公斤也是重量的单位吗 像你们问你几公斤 像老师来讲 多少公斤 80公斤 我们不会说 我是多少流顿 因此 大家注意到 公斤 也可以当作重量单位 这是一个 有时候会混淆的地方 在公子里面 公斤 可以当质量单位 也可以当重量单位 所以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在公斤下面 加一个 那个下标 M 或是F 下标M 指的就是说 我现在公斤指的是质量 下标F 我现在就说指的是重量 但是实际上下标没有必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边很清楚地告诉各位 任何物体的质量是一公斤 这个物体的重量也叫一公斤 这是基于 假设重力加速是9.81 一个物体的质量是一公斤 它的重量也是一公斤 所以这个并不容易搞混 有人给你说 这是一个50公斤的物体 你不要管它是质量还是重量 如果你要把这个50当作质量带进去 你就带50 如果你要把这个50是当作重量带呢 带进F的MA 那就是50乘上9.81 因为就要换成流顿 所以不会搞混 我再强调一公斤的质量 它的重量也是一公斤 让我们这边知道 一公斤质量一公斤 它算成流顿是 9.81流顿 一公斤的质量 也得一公斤的重量 所以我们最后知道 以重量来讲 一公斤就是等于9.81流顿 这个就是在工资里面 两个重量单位之间的互算 一公斤的重量等于9.81流顿 那是我们一般的认知 一公斤的重量等于9.81流顿 如果我是80公斤 那你问我体重是多少流顿 那听起来就很可怕 720流顿 OK事实上还不止 还要超过一点 我把后面的给删掉了 所以我们一般我们习惯 用公斤来代替重量 但你们要注意 我再强调 我们可以用公斤来表示重量 可是如果你是要带到 F等于MA的时候 假定你的重量就是你的外力 你一定要乘上9.81 变成流顿 下面这是你们课本上的 一字一表 一点一表 但是我是重打了 我请助教帮忙重新打了 因为我把那个表 直接贴在这个上面 看起来很小 这个是在工资里面特有的一些 所以因为工资啊 通通大部分都是用 10的三次方倍数再算 你们仔细想 常用的工资 一公尺 我们说等于1000mm 一公斤 等于1000公克 一公里等于1000公尺 所以工资里面常常都是用10的三次方 这个倍数在跳 这是我们喜欢用工资的原因 它不会搞混 你们想想看 英字里面 如果同样记得的话 1英尺 12英寸 1码 等于3英尺 1英米 等于5280英尺 那些乱七八糟数字 谁记得住 那在工资里面 因为都是用1000 16三就倍数 所以它就用很多英文字母 或是希腊字母 来代表多少倍 这旁边是一个笔字 这里面有几个 咦 我怎么没有注意到 因为中间这几个是不是漏掉了 是比较浅 OK好 你们这个自己注意一下 这个T表里他 第一个是这个G 10的九次方 我们叫做GIGA 也就等于说 如果你看到 我们写的说是 1G M 这M指的是公尺 就是10的九次方 公尺 就是这个意思 这些有几个方法 你们注意一下 第一个 有几个要记得我勾出来 一个G 大写的M 跟小写的K 分别代表 10的九次方 10的六次方 跟10的三次方 这三个符号 这整个表不要全记 但常用的 比较大的 大写的G 大写的M 小写的K 记得K是小写 不是大写 所谓的GIGA MEGA KILO 代表10的九次方 10的三次 六次方 你们一定要注意 因为我们在工程上 常常这样子写 就像你们晓得的 你们的那个随身碟 我现在随身碟是50GB 就是代表50乘10的九次方 那个Bit 它的容量 同样的一个G 这几个 另外呢 下面这几个 小的 小写的M 代表10的 负三次方 是mini 然后另外一个是micro 代表10的 负六次方 也就是 也就是 我们先 那个 mini就是毫米 micro就是微米 如果是以公尺来讲 就是微的意思 如果是micro克 gram 就是10的 负六次方功克 最后一个小写的N 就是Nano 如果NM 比如说NM 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名词 10的负九次方公尺 所谓的 奈米 所以记住 大写的G M 小写的K 跟小写的M 还有micro 跟那个小写的Nano 你们 要记住 它每一个字母 代表10的几次方 一定要牢牢记得 10的几次方 后面再加上一个基础单位 就是它的尺寸 就是 所以你们就知道 公斤 为什么 KG 你们想想看 这个就是代表 10的三次方克 所以 就是一公斤 等于1000公克 或者是所谓的KM 这是我们知道的公里 一公里等于1000公尺 这个K 10的三次方 这六个 你们自己要记住 OK 这六个 其他的不见得一定要记 这六个 当然你能够全部记起来 是最好 因为现在尺寸 有时候越做越小 OK 直到现在 基本上还是在奈米的阶段 但这六个字母 各位一定要牢牢的记住 在工程上 我们会常常用 你不要人家写一个 不要到时候人家写一个KN 你说你看不懂这什么单位 如果是KN 就是代表1000牛顿 就是代表1000牛顿 这里面的课本上的表一字一 那一般用到公字单位系统 有几个基本的规则 其实 英字也是这个规则 第一点 你如果纯粹写单位 比如说五公尺 它是一个负数 我们后面不会加 那个 负号 也就是我们不会再给它 后面加一个S OK 不会加一个S 就是不会加负数 但这中间有差 如果你是用 你写的是文章 假定要写五公尺 你写文章 你就要写出5 meter 假定就在文章里面 可如果你把它只是代表 单纯的一个数学式子里面的单位 那我们就是 就是这样子 后面的S不要出现了 就纯粹用表示成是一个数字的单位的时候 后面统统不要加负号 不管是多少 但写文章 它的负数你要加上去 第一个 还有第二点 很重要 两个不同的单位 直接最好用一个斗点隔起来 比如这边指的是公尺 乘上秒 我们就写M1.S 不要把MS写在一起 因为如果我把MS写在一起的话 我不知道你要讲的是公尺乘上秒呢 还是10的负三次方秒 千分之一秒 我不知道 所以记得两个不同的那个单位 直接用一个点 给它存在 如果是除就没有问题 假定是速度 你就 那就没有问题 我们就是公尺除一秒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大家很习惯 比较习惯的 我可以写成次方向 比如说公分 这个CM是公分 公分平方 我不要写公分乘公分 我就写成CM平方就好 可以用次方向来表示 这是它的一个单位系统 基本的规则 事实上不只是公字 英字也是类似的意思 如果是5磅 我们就写5LB 后面不再加S 除了是写文章 前面介绍了公字 我们现在拿英字 来做一个比较 英字也是一样 它也是三个基本单位 可是英字很特别 它的基本单位是时间 长度跟力量 它把质量当作导出单位 就是用质量来满足F 等于MA 所以时间单位 公字英字一样 都是秒 定义也是一样 英字很有意思 英字你们知道 基本单位是1英尺Foot 早期人家所谓的Foot 这个Foot 最早是埃及人弄出来的 你们都知道 1英尺大约等于30公分 事实上就是一个成人 脚跨一步的距离 所以它叫EFoot 事实上这些单位符号 很早是埃及人 在搞出来的早期 埃及的文明 比欧美文明早得多 那他们习惯的 就是用身体的任何 比如说手肘的长度 什么之类的 来做尺寸的量度单位 所以一般的EFoot 指的是一般的人 走一步的距离 问题是每个人身高不一样 慢慢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 一步跨就不会完完全全一样 所以后来就很明确的 把这个音质的一个Foot 1英尺等于12英寸 那我们从英寸 它的最小单位英寸呢 我们把它直接跟工资里面量化 所以现在很明确的电出来 1英寸等于2.54公分 或是0.0254公尺 所以这个就是音质里面长度的单位 所以我们现在 那1英尺有12英寸 大约30公分 只是我们现在不会再说 1英尺是等于你跨一步的距离 事实上就是说 你1英尺就是等于2.54 乘上13那么多公分 大约是30公分 事实上是30.12 不不不 抱歉 30.48 刚刚行算错了 应该是30.48公分 也就等于说 英字里面的长度 我再讲掉 公字的长度 是用自然界的现象来定义的 是一个精度的千万分之一 精度线的千万分之一 但是英字的时间跟公字一样 但是它的长度 是依据公字的单位来定义的 同样的道理 它的第三个基本单位 重量 也是跟依据牛顿来定义 所以它的单位是磅 一磅 一磅 大概等于4.45牛顿 也是依据公字来定义 一磅等于4.45 你们还记得我们刚刚讲的 一公斤的重量 等于9.81牛顿 公斤也可以当重要的单位 一英磅的重量 等于4.54 所以因此 这边只是告诉了 实际上如果说都是一 一公斤 一英磅 一牛顿 谁最大 就是一公斤 大于一磅 然后大于一牛顿 牛顿是最小的重量单位 可以以重量来讲 一公斤大于一磅 事实上你们都知道 一公斤等于2.2磅 因为它是4.45牛顿 所以一公斤的重量 大于一磅的重量 一磅的重量 大于一牛顿的重量 牛顿是重量里面 很小很小的单位 你说一个力量是16吨 差不多只有一公斤左右 那是一个非常小的力量 在每字里面 或者我说我们叫因字 在每字里面 我们如果已经知道 我的基本单位是秒 因此跟重量 那它的质量单位 就变成是导出单位 它的质量也有两种 一种我们也是磅 所以这点跟公字很类似 公字里面公斤 可以当力量跟质量的单位 因字里面磅 也可以当作力量 跟质量的单位 还是一样 下面那个小写的M或F 不见得一定要写 可是磅可以当力量 跟质量单位 但还有一个特别的单位 我们叫做Slag S-L-U-G 那个是在每字里面 特别的质量单位 那这个Slag的定义是什么呢 它还是从 F等于MA来的 只是我现在要define的是M 所以M等于F之外 所以是说 如果有一个物体 磅到一磅的外力 它会产生每秒每秒 一英尺的加速度 那这个物体的质量 我们就叫做一个Slag 所以像我们这边 一个Slag 是等于力量 除以加速度 所以是磅除上 每秒每秒多少英尺 反过来就是变成磅 乘上秒平方 除以英尺 那个就是Slag 那个也就是等于是说 如果你要用每字系统的话 用到F等MA这个公式 力量单位一定要棒 加速的单位 一定是每秒每秒 多少英尺 质量单位 一定要用Slag 一定要用Slag 否则我们会出错 那同样道理 在工资里面 一个物体质量是一公斤 重量也是公斤 还好 在每字里面 这里也一样 一个物体的质量是一磅 重量就一磅 或反过来 重量是一磅 质量也是一磅 所以他们虽然磅 可以当作质量 跟重量的单位 但是并不会搞混 那像我们看 还是一样 对于那个9.81 假定在地表上 有一点 我的重力加速度 32点 也是一样 后面的六个小数点 不要理他 OK 就是32.2 只计32点就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假定有一个物体的质量 是一个slug 反过来 假定有一个物体质量 是32.2分之一的slug 32.2分之一的slug 重量价32.2 刚好消掉 它的重量就是一磅 所以在这一点 一个物体的质量 是32.2分之一的slug 重量是一磅 但是我们前面 也有跟各位讲过 因此32.2分之一 12个重量是一磅 前面也讲了 一磅的质量 等于一磅的重量 所以两边一对比 我们得到 两边一对比 我们得到 得到这个的结果 也就是说 一磅的质量 等于32.2分之一的slug 那个就是两个质量 跟刚刚讲的 因为这边是 也就是在工资里面 我们说一公斤的重量 等于9.81流顿 这边是讲说 一磅的质量 等于32.2分之一slug 如果你要代表 F等于MA这个公式 就讲的 你要跟你说 这个物体质量50磅 你第一点 一定要先拿50除以32.2 才能代表 F等于MA 好 这个到这边为止 我们就先来先看 以这个公字 跟美字来讲 第一点 它在倍数上面就有差异 公字通通用的是1000 做一个跳级 可是美字呢 你们就知道差很多 他们一磅等于16盎司 一英尺等于12英寸 它那个比例通通是不一定的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我们习惯用公字 它还有很重要的第二个原因 那是真正最主要的原因 这是你们的1.3表 我没有全朝上来 只选了几个 这个指的是 也就是 这是指的 同一种物理量 它的英字 那个美字 跟我的公字之间的换算 我们只举最简单的 长度 它这边讲的 一英寸 等于25.4mm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物体 长度是5英寸 你就拿5 乘上这个笔值 就是相等于多少个公字的mm 这个表值 给各位参考 因为我们这本书 并没有把美字跟公字换来换去 我们一般用的都是公字 所以这个表值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 因为你有时候看到美国的资料 他们还是习惯用美字 但是绝大部分国家 都已经用公字了 那好 现在回到呢 公字 我们的基础单位 也就是说最基本的 你们看 不管是长度 还是时间 还是我的质量 都是用自然界的现象定义出来的 它不会受重力加速影响 我就说 不管你是在地球 还是在月球 我们都知道 月球的重力加速度 是地球的六分之一 不管你在地球 还是在月球 一秒就是一秒 一公尺就是一公尺 一公斤就是一公斤 质量 它不会变 所以我们把这种 叫做所谓的绝对坐标系统 它完全没有困扰 但是 美字呢 因为它用了力量 做基础单位 这个问题就来了 你们就说 我的重量 力量也是一种 重量也是一种力量 重量是等于质量 呈重力加速度 我们知道 地球跟月球的 重力加速度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会代表什么意思 你用美字的时候 一秒还是一秒 一英尺还是一英尺 不管你在地球月球 可是呢 你地球的一半 跟月球的一半 好像有点点 意识不太一样 它会受重力影响 举例我们下面 下面给各位看的 如果一个物体的质量 是一个slug 它在月球上 是一个slug 地球也是一个slug 可是这个物体呢 它的重量 在地球上 就是32.2磅 如果它的质量 是一个slug 可是呢 在月球上 只有六分之一 就变成五磅多 5.37 变成是同样的一个物体 你在地球跟月球的 重量是不一样的 因此 如果说你都是考虑在地球 你用公字 每字没有差异 你如果一会儿 在地球算 一会儿在月球算 你用每字公字 你很容易搞糊涂 所以这个是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现在全世界各国 大部分都是采用公字 不采用每字 原因就是 只要重力加速的一变 你中间会 这个换算 就会有些困难 困难 很容易出问题 要小心 因此 我们大部分 到现在为止 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 都是采用 公字 SI制 下面我们要讲的这几页投影片 你们课本上没有 你们课本上没有 我是额外给各位的 那下面这一个 我们要今天各位的介绍 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 是一个很简单的对你 主要只是让各位了解 跟我刚才看起来讲 因此有关 你们如何判断 一个方程式 有没有可能出问题 首先我再重复 所谓的因此 指的是一个兼容的物理量 它长度 时间都是叫它的音次 公尺 秒 叫做这个音次的单位 那也有很多物理量 它是有好几个 因此呢 在公字里面 时间 长度 跟质量 就叫做基本音次 其他的也都是导出来的 像力量 速度 等等 举例来说 我们现在看 在公字 在公字里面 就是我讲的 我们的基本单位 基本音次 是T 时间 长度 跟质量 那力量 就是一句 F等于MA 所以是质量 乘上加速度 而加速度的音次 就是L除以T平方 或者L写成T的负二次方 所以 在公字里面 我这个力量的音次 这个是音次 也就都是由物理量构成的 就是M乘上L 乘上T的负二次方 或我们再说 如果说我要讲速度 就是L乘上 这样子 这个L乘上T的负一次方 就L除以T 就是代表速度的音次 没有带到单位 单位就是公尺除以秒 这是音次 那同样的道理 这我就不细讲 在每字里面呢 因为它的基本单位是 时间 长度跟力量 F 所以它的质量的音次 就不自叫M 因为质量是推导出来的 变成F除以A 也就F乘上T平方 再乘上L的负一次方 这种都叫 这种就 就是说任何一个物理量 是由某几个物理量构成的 那个结果都叫做 这也是音次 这个也叫音次 都算是音次 那我们现在跟各位介绍一个观念 叫做Dimensional Homogeneity 中文翻作音次 其一性 它一直是什么呢 它第一个基本观念是 你任何一个描述物理现象的数学方程式 描述物理现象的数学方程式 它要适合任何单位系统 也就是说 你这个方程式 你必须我用公字也适用 美字也适用 任何单位系统都适用 它用适用的时候 它必须满着这个条件 假设 各位看 假设我现在有一个方程式 X等于A加B减C 这样一个方法 就是用加减 加号减号等号 所形成的这样子的一个方程式 我们说 它这里面每一下 X A B C 音次一定要一样 因为假设 X的音次是L A的音次呢 是L平方 你们直接知道不对 没有长度等于长度平方 这个说法 这个方程式一定错的 所以 如果你看到一个方程式 你把它的每一项 加号减号等号的每一项隔开来 它的每一项 它的音次的组合的 Final结果 一定要一样 这个就叫音次奇异性 也就是说 如果你看到的一个方程式 那个事实上是 我们现在 因为有时候人家推倒方程式 过程复杂不得了 你头都看昏了 那你第一个要先检查 这个方程式对不对 我们一定是先检查 每一项 被加号减号等号 分出来的每一项 看它音次是不是一样 如果音次不一样 有一个跟你家不一样 你这个方程式一定有错 但是这个做法 只是它的必要不是充分 大家听好 就是我们讲的 我们待会举个例子 如果你发现 这个方程式的 加号减号等号 每一项的音次都一样 听好 不保证这个方程式 一定是对的 但是只要有一项 不一样 不一样 它一定是错的 所以它是帮你确认 这个有没有错 但不能帮你保证一定对 什么意思呢 我们直接用下面这个例子 来给各位说明 比如说现在这边 有一个方程式 有一个方程式 X等于 X等于2分之1 AT平方 加上V0T 这个是一个你们很熟悉的公式 指的是一个指点在运动的时候 如果它的初速度是V0 经过了T 加速度是A 做直线运动 初速度是V0 加速度是A 那它从原点开始 经过了T秒以后 它的位移是多少 这是各位熟悉的公式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 第一点 X是个距离 所以它的音次就是L 这个1分之1是个系数 没有影响 它没有单位的 所以我们看它的AT平方 A的加 那这下面 写给各位看 A的音次 是L乘上T的负二次方 T平方是T的 这样的消掉 所以最后是变成L 所以这两个的音次 是一样 都是L 最后这个V0T也是 速度是L乘上T的 负一再乘上T还是L 所以这三个项 音次是一样 如果我当初背公式 背错了 假定我背的是 X等二分之AT平方 加上VT平方 这边多一个平方向 那我马上会发现 这边的音次 就会变成L乘上T 那很明显跟其他不一样 我就有把握 它一定是错的 所以呢 只要有一项的音次 跟人家不一样 我们就确定 它一定是错 但是为什么音次一样 我不能保证一定对呢 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反过来讲 我这边是背了V0T 我这边二分之一呢 背成了两倍 两倍的AT平方 你们看 在这种情形之下 这个方程式的音次 还是都一样 但是它还是错的 所以我们刚刚讲 如果它满足 每一项的音次 都有一个不一样 它一定是错 但是都一样 因为这个系数没有音次 所以也不保证 一定是对 因为你可能系数会背错 但是这个观念 你们科目没有讲 但是很重要 我再强调 任何时候 你们自己比如说 考试要背一个试子 如果出来以后 觉得不晓得 这边是不是踢平方 还是怎么样 先用音次检查一下 我们现在看 很多学生的论文 都一样 复杂的方程是 我们都会先检查音次 你确定音次对了 再往下看 只要音次不对 一定是错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观念 但是希望各位记住 这个在工程上很有用 它可以帮你提早 把一个错的方程式 先抓出来 你不要拿一个错的方程式 在那边算半天 OK 这就是我们这第二小节 介绍单位系统 顺便跟各位补充说明 下来讲料 这一定的观念 你们课本上没有 可是它很容易 你就是确定 每一个项 不管它怎么组合的 成的就没有关系 就是用加法减号 等号分开出 每一个单独的项 它的音次一定要一样 怎么搞的 怎么搞的 每次都这样子 是这个 好 放棄 也帮我弄 把它关掉 帮我直接开二字一好了 这个先关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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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 这个先关掉 我们刚刚 这个就结束了 这个就结束了我们 这个单纯的第一章 我再讲了 第一章主要只是让各位了解 有哪些基本的物理定律 可以用在应用力学的计算 以及跟各位介绍单位系统 公质跟美质的差异 以及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公质 那我们第二章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物理可以分成指点跟钢体 我们第二章 主要目的就是介绍 假设我可以把这个物理 就当做一个指点 也就是它满足我们前面 讲的一些条件 外力都集中在同一点等等 然后我们探讨 当一个物质点受到外力以后 是在平衡状态的时候 它的力量之间的关系 力量之间的关系 这一章我们顺便会把一些 基本的向量观念 给各位回顾一下 因为那是很基本的 而且属于回顾 所以我可能会讲的快一点 这一章我们分成五个小节 第一节 因为真正的向量 是先从力 力是像一种 所以我们应该先介绍 什么是力 然后从力 第二小节 推导到跟各位介绍 什么是向量 以及向量一些特性 这边可能有一个观念 是各位以前没注意到的 然后第三个 我们告诉各位 怎么找到一个向量的分量 你们 总想你们就知道 如果这个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是 如果这是一个向量 我要找到这个直角坐标的分量 大家都知道怎么做 在我们讲到第三小节以前 各位就会想一想 如果 我现在坐标系统 是斜的 不是直角 然后我这边有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 在这两个轴的分量怎么算 大家先想一想 我们在第三节会告诉各位 向量的分量 这边讲的 decomposition 就是找它的分量 我的重点是 任何一个向量 不只是可以分成 沿着直角坐标的分量 它也可以分成任何 这种不是直角的 叫斜角坐标 它也可以分成 沿着直角坐标的分量 OK 各位就可以先想一想 那是第三小节 这第三小节结束以后 我们就对向量 基本有个介绍 然后呢 第四小节就 谈到 假设这直点 受的是平面的力 就所有的力量 都在一个平面上 等于是二维的 二维问题之下 直点受到了外力 达到平衡的时候 它外力之间的关系 知道了这个以后 我们再引申到 第五小节 就是三维的 就这个力量 直接是空间的 它不见得在同一个平面上 从简单的 变到蓝的 这是我们在第二章 而第二章里面 真正要各位学到 就两件事 第一个 假定一个指点 受到许多的外力作用 我们怎么样 找到它的 resotent 这个中文 我们翻成 合力 合起来的力量 这个是一个口 合起来的力量 resotent 我们怎么计算 它的合力 当然你们都知道 合力就相加在一起 可以用 图解法 那第三小节 就是告诉各位 如果是空间的力 用图解法 就太啰嗦了 所以我们要用分量的做法 第二个目的 就是 假设这个指点 受到了外力作用 在平衡状况之下 它的外力之间 是什么关系 外力之间的关系 这个才是我们在第二章 真的要告诉各位的 所以这章学完以后 各位就是讲的 第一点 作用在一个指点上的外力 不管有几个外力 你要把它合成一个力量 你们知道怎么做 以及如果是达到平衡的时候 它这些外力之间 是什么关系 你知道某几个 你可以求得 其他的外力 那我们准备 那我们准备再补充一下 我们一直强调这一章是作用在指点 我再强调一次 指点不是代表这个物体的体积很小 跟物体的大小无关 指点 重点指的就是 我不考虑到这个物体的形状跟尺寸 所以我们假设所有的质量都是集中在执行上 跟物体的大小是无关的 好 那一开始我们先讲一个力 我们现在讲的是力 你们先把就是一个力量 如果是一个力 它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 我们叫作用点 Point of application 作用点 只有 听好 所有的向量里面 只有力量有作用点 所谓的作用点就是这个力的向量 跟工作件之间的接触点 其他的向量 像速度也是一个向量 速度没有作用点 作用点是属于力 这个向量的独特特征 只有力这个向量 它有一个特征叫作用点 其他的向量 像速度啊 都没有 第一个特征 第一个作用点 第二个 它的大小 第三个 我们叫作作用线 就是这个向量 所在的它的那条曲线 这就告诉你力的作用位置 这是一个物体 这边 这条就是它的作用线 让我写一点 因此 作用线 line of action 我们把它 就是你告诉我 我的力的这个方位 力的方位 通常会跟一个参考点 以这边来讲 我们比较可以的就是这个作用线 跟横轴水平轴参考线 之间的夹角 第四个 就是方向 指的就立的这个箭头 你的力量是朝这一头 还是朝那一头 所以一般来讲 立这个向量 是有四个特征 作用点 大小 作用线 跟它的方向 sense 我们把它叫方向 那 这个向量 第一点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基本的定律 事实上这是由实验做出来 就是说 如果有两个力量 作用在同一个点 两个力量 它的作用点 合在一起 那由实验证明 这两个力 可以变成一个单独的 合力 resistant 而且 它的单独的合力 就可以用这个平行四边形的方法 用对角线 可以求出来 这我们不在这边多说了 而且这边也代表力 它的加法符合交换率 P加Q 等于Q加P 好 这个我们只是先简单的 介绍那个力 然后下一节 我们就从力 引申到兼容的物理向量 我再强调 力是一种向量 向量不见得一定是力 好吧 我们休息十分钟 等一下再继续上课 OK 好 我们现在开始继续上课 休息的同学麻烦 旁边同学叫一下 我们现在继续上课 有几件事情 跟各位先稍微说明一下 第一个 刚刚有同学有问一个问题 就讲的 如果有一个工作件 作用在工匠所有的外力 它的作用线都聚集在同一点 我说就可以当作指点 重点是大家记得 我们讲的那句话 是说我那个是 作用线要聚在同一点 至于那一点 是不是它的中心点 不重要 不管在哪里 只要所有的外力的作用线 都会交在同一点 就算那个点是在边边 这个物体也不会转 也可以当作指点 我要讲的 不是在做交汇点在哪里 那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 是不是通通聚在同一个交汇点 另外有一个 顺便也跟各位讲一下 只是怕各位觉得奇怪 大家可觉得老师脖子上去干嘛 事实上老师说过 我二十六不在学校 因为老师身体不是很好 老师本身在洗肾 洗肾是要透过手上的 一个所谓的楼管 结果在上个礼拜二 莫名其妙的 老师那个楼管用了十四年 上礼拜二洗肾的时候 突然发现那个 那根管子啊 被堵塞了 堵塞了以后 因此呢 我们这边 它是另外有一个 做一根外接的管子 那是临时性的 大概两三个礼拜以后 被拔掉 然后同时上礼拜三 老师在手上动了一个手术 从今做了一个新的楼管 要等到手上这个楼管 可以用的时候 这边就会拔掉 所以未来这一两个礼拜 各位可能还会看到 老师脖子上这根管子啊 呀 这个大家不要 我怕有些同学会被吓到 跟各位说明一下 这个没有什么 直当要小心 这不能碰到 因为这是沿街的 老师的动脉 这个管子一掉下去 你们就会看到血流成河 只是现在这是固定的 通常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不要太紧张 只是如果有吓到某些同学啊 很抱歉啊 OK好 我们现在继续啊 还有一个 因为我们自己换了新的课本 你们有同学 如果有上去看我原来的录影带 那个录影带 上个录影带是四年前的 那 我觉得品质不是很好 那 刚刚我们借由换新课本 我的讲义内容会有一点点更换 所以我们现在准备重新再录制 那效果应该会比原来的好 只是很抱歉 因为我们录完以后还要剪较一些时间 所以你们会注意到 我每一次上完课以后 比如说今天讲到 一之一 讲到二之二 我们上完课以后会把一之一跟二之二 本来是四年前录影带 我会先摆到网路上 等到助教 把新录好的都OK以后 会把它换掉 但什么时候换不一定 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还是旧的录影带 可能要过一阵子以后 才会把新的资料慢慢的替换 但是内容 基本上还是大同小异 因为那只是给你们做补充教学的 也在这边随便说明一下 好 我们现在刚刚介绍例 现在介绍的项量 第一个 我们都知道 什么叫做项量 这一节大家注意到 你们的习惯是 任何一个物理量 它有大小 也有方向 我们就叫项量 大家听清楚 我待会告诉各位 这个定义不完整 真正的项量 有三个条件 这个物理量 第一 它要有大小 第二 它要有方向 第三 还有第三 它的加法 要适用于平行四边形定理 就是那个力的加法 要满足这三个条件 要满足这三个条件 这个物理量 才叫项量 你们可能同学一下 不是每个有大小有方向的量 都是这样子相加 我们等会证明给各位看 至少有一种物理量 它有大小 它有方向 但是它的加法 不符合平行四边形定律 所以那种物理量 不是项量 我要强调 项量一定是要满足 三个条件 大小跟方向 以及依据平行四边形的 加法定理 那一般来讲 我们所谓的项量 像我们现在给各位举的 那个 我们本身呢 跟各位举的一些例子 OK 像长度 距离 就是位移 Displacement是位移 还有时间 然后嘛 速度 加速度 角速度 角加速度 跟重量 这些都是有大小 有方向 而且它会依据平行四边形定理 那另外跟向量相对应的 我们叫scalar 也就是纯量 纯洁的纯 所谓的纯量 就是只有大小 没有它的方向 例如 我们这边举的一些例子 像时间 它只有大小 没有方向 体积 面积等等 只有大小 没有方向 OK 一个物体的长度 只有大小 没有方向 但是 这边有两个 我们要特别让各位了解一下 这边我们讲的一个叫distance 一个叫speed 这个跟上面的 向量的 dispalacement 位移 跟速度 是相对异的 我们现在告诉各位 这样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所谓的distance 指的是距离 就是两个点 之间的这个长度 这个只有大小 没有方向 可是所谓的位移dispalacement 代表了什么呢 比如说我说 我现在这个指点 向东 位移了 30公尺 就指的是指点 朝一个特定的方向 移动30公尺 所以位移 它是一个向量 因为它有方向 如果我只是说 这个点移动了30公尺 那这个就叫距离 距离distance 就是存量 这个是在英文上面 你们这要分清楚的 dispalacement 叫位移 它是一个向量 它代表了移动的距离 跟方向 如果我只谈distance 就只有移动的长度 但是不讨论方向 它是存量 另外这个speed 我们中文写成速率 没有这个点 速率 所谓的速率 指的就是速度的大小 速度也是一样 我跟你说 我这辆车子是向东 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 速率移动 所以我有大小有方向 但如果我只谈速率 指的这个车子 现在的速率 是每小时50公里 我并没有讲方向是多少 这个这个名字 不要弄混 我在讲这样 dispalacement 跟velocity 是位移跟速度 它同时表示方向 也就是说 如果严格你讲一句话说 我现在这辆车子的速度 是时速50公里 基本上你这句话是有瑕疵的 因为你一边讲速度 又不告诉方向 那是有瑕疵的 你可以说我现在这辆车子的速率 是每小时50公里 那就是正确 所以位移 现在你们就要把 displacement 位移跟距离 还有速度和速率 你们要给它 现在就要先分清楚 好 那这我们讲的 有一些物理量 它有大小 也有方向 但是 它不满足平行四边形的加法律 所以 这个物理量 属于第三类 它不叫向量 但是它也不叫纯量 因为它不满足 那个加法律 所以不叫向量 它有方向 所以不叫纯量 那你们最常碰到的 这个是什么呢 角度的转动 而且大角度的转动 就是我要把 这支笔 转90度 你不要忘了 转90度 这是大小 我是绕着这个轴 有方向 这个大角度的转动 不是向量 这边 你们课本上 有个很简单的图 你们先再看 它像一本书 我先绕着这个轴 反时针转90度 变成这样子 再把它绕着水平轴 反时针转90度 变成这个结果 可是我同样的 这本书 我绕着这个垂直轴 反时针转90度 也变成这个 这两个图一样 所以就代表 这个加这个等于这个 很明显 这一点都不满足 平行四边形加法 所以这个大角度的转动 不是向量 你们还可以再看 我们讲了 平行四边形的加法 这里面自己等一下 可以用一本书 自己试 平行四边形的加法 它有交换力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转动 是向量的话 我先绕这个轴转 再绕这个轴转 跟先绕这个轴转 再绕这个轴转 结果应该一样 你们有兴趣 等一下自己拿本书试一下 结果是不一样的 它也不满足交换率 所以这种大角度的转动 不是向量 但是要注意 如果这个角度转动 是很小 得它细打 无限小的角度 将来在动力节会 证明给各位看 这个是个项链 它会满足 平行四边形的加法 可是必须是要 这个角度是无限小 非常小 所以这也就是 为什么前面 我们这边说 角速度跟角加速度 是向量 因为角速度 所谓的Omega 就是等于 每单位时间的 小角度的转动 所以那小角度 很微小角度的转动 是向量 因此我再强调一次 角度的转动 不是向量 很小的角度转动 以及角速度 角加速度 它是向量 这个可能是 大门同学 以前没有注意到的 一个向量 一个物理要是 向量满足三个条件 大小方向以外 还要加上 保证它的加法 是有交换性 或者说满足 平行四边形的 那种加法 好 那现在我们就谈到 那一般的向量 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是力量 它有四个特征 作用点 大小 作用线 跟方向 一般的向量 只有三个特征 它们不要作用点 一般的向量 像速度 你不要管速度的 作用点在哪里 所以一般的向量 只有三个特征 就是大小 方向 指的是箭头 还有一个呢 我们叫做方位线 Line of H 这也是名词 有点不一样 但是我们不要 不分的 在力量 那个方位线 我们叫做作用线 因为它是一个力量 有作用力 我们叫Line of H 一般的向量 像速度 加速度等等 那个标准 只是它方位的 我们就叫方位线 Line of Direction 但是同时我们就把 这边讲的方向 Direction 我们通常讲的方向 就我们刚讲的 向量有大小跟方向 它的方向 事实上就包括了 方位线跟方向 Direction 如果你只讲Direction 就包含了Line of Direction 跟Sense 我要讲的 有一个不一样的 如果是力量 我们一般叫做Line of Action 作用线 其他的向量 我们叫Line of Direction 你不能很确定 就通通用Line of Direction Line of Action 是只适用于力量 因为只有力量 才有作用线 其他的向量 只有方位线 然后向量有向量符号 这个建议各位 你们用门一般 一般的向量符号 通常最常用的是出体字 但那个打字才能出现 你用手写 很难用出体字 所以我们通常 都是这边所讲的 给它上面用一个 双键 那个一个箭头 或是一个单箭头 或是上面加一横 或是下面加一横 用这个来区别 这是手写 比较常用的符号 用来区别 这是不是向量 纳是纯量 就向量大小 就在向量符号 这边加个线 代表它的绝对值 或者是 不要加任何符号 所以如果我这样子写 这是表示这个物理量 是向量 我什么符号都不加 就叫纯量 也不要用写底字 写底字也只有 大字才分得清楚 用手写 不是很容易分得清楚的 我们重点词 我只要告诉各位 你写符号的时候 这个物理参数 它到底是一个向量 或是不是向量 你再写符号 应该把它做区别 以免人家误解 就我们刚刚讲的 只有力量 我们才会缠到作用点 为什么 像我们现在 你们看到的 抱歉被我画到了 这两个图 一个力量作用在这边 一个力量作用在这边 如果你只是考虑 这个力量 会不会使这个物体移动 那上下的图 感觉是一样的 可是你要考虑到 物体 这个力量 会不会使物体的形状 有点点改变 那这两个差很大 一个呢 会这边会变形 一个是这边会变形 这也就是讲的 为什么 我们在谈到力量 这个向量的时候 我们会要求标出作用点 因为它的作用点的位置 就是它 也就是如果你要考虑到的 只是应用力学 尽力或是动力 作用点不重要 你考虑到变形 作用点就很重要 所以一般来讲 力量比一般的向量 多一个特征 所谓的作用点 那一般的向量 这不限于力 有分几类 第一类叫做固定向量 什么叫做固定向量 像力量就是重量 就是一个固定向量 固定向量 就是说 如果我把这个向量 不管是作用点 还是它的方位线 有点移动 它会改变效果 这边你们就知道很明显 这个人站在这个位置 这个W对这个板子的弯曲 是一回事 如果我的力量移到这 这个板子弯曲状况 马上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 因此重量叫做固定向量 意思是说 你不能随便乱移动的 那我们可以做 这个是不能随便乱移动的 第二种呢 叫做自由向量 向速度 就是说我的 那个方位线可以移动 比如说我速度是往右 我这样子也是往右 我平移到这边也是往右 我可以平移的 这个向量没有影响 速度来讲 这种速度叫做自由向量 第三种滑动向量 就我们前面讲的穿透性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考虑变形 只考虑 这个物体 会不会动 或者动的速度多少 我的外力 可以这个力量 可以沿着我的作用线 滑动 所以力量 可以叫固定向量 但也可以 如果你不谈到变形的话 它也可以叫做 滑动向量 那我们下面呢 很快的给各位回顾一下 向量的基本运算 正因为你们课本上有 为了完整性 我们也稍微说明一下 但绝大部分 各位应该蛮熟悉 所以我们就讲的快一点 两个向量A跟B 如果是相等 代表它有下面这几个性质 第一点 这两个向量的大小一定要一样 第二点 这两个向量呢 它的方位线是平行的 而且方向也要一样 满足这个条件 这两个向量就相等 重点是要注意 我们并没有要求 两个向量相等 不代表这两个向量的方位线要重叠 只要是平行就可以 所以你们现在右下角图看到的A跟B叫相等 大小一样 方向一样 方位线平行 不见得要重叠 都可以叫做向量相等 好 第二个所谓的负向量 如果一个向量P 负P叫做它的负向量 那P跟负P之间的关系就是 第一个大小相等 第二个还是一样 方位线只要平行 第三个方向就是箭头一定要相反 满足这三个条件的这两个向量 就负为负叫做对方的负向量 也是一样 没有要求方位线一定要平行 一定要重叠 如果这是力量 更没有要求它的作用点一定要一样 如果这是力的向量 这两个力量大小一样 方位线平行 就是作用线平行 方向是相反 作用点呢 就不叫在同一点 它们都叫做 都是叫做为对方的负向量 再下面我们考虑到向量的加法 OK 这个中间有两个 一个我们就叫addition 还有一个叫做composition 合成 这都是代表的 如果说我说把这两个向量 耍它们composition 指的就是合成合力 那resistant合力是指的特定的 就是这两 就是如果这个是力量 只有力量才有所谓的合力 其他都只是叫向量的加法 或是我们所谓的合成 而那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两个向量加在一起 它的合力就是把它的尾 箭头的尾巴对尾巴 对齐在一起 画出平行四边形 然后从尾巴的端点 到平行四边另外一个点 这就是得到我们的向量 的加法P加Q 那这边也明显看得出来 加法满足那个 交换率P加Q等于Q加P 但是除了平四边形以外 向量的图解加法 我们用的更长的 是所谓的三角形 也就是说 本来是这两个向量相加 P加Q 我可以把这个Q平移到这边 那这样的话就变成什么呢 Q向量的尾巴接P向量的头 就是第二个向量尾巴 接到第一个向量头 然后把第一个向量的尾巴 连到第二个向量头 这个的结果也是代表 它们的合力 这个是P加Q 这个呢就有点像 Q加P 这个差别就是 这边是尾巴对尾巴 就用平行四边形的观念 右边这个 是一个向量的尾巴 连到另外一个向量的头 变成一个三角形的观念 那这也是一样 那这个三角形的观念 我们比较常用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扩充成 很多个向量相加 你要用平行四边形 好几个向量相加 平行四边形就把你画分头了 这边我们先讲 然后从三角形观念 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 两个向量的合 它的大小 跟这两个原来的向量的大小 相加是不一样的 事实上 因为三角形两边合大于第三边 所以一个向量合的大小 是小于原来的两个向量的大小相加 这注意一下 那我们可以把三角形相加的观念 隐身成为多边形相加的观念 也就是说如果是有好几个向量 以现在左边这个图来讲 我们有P Q S三个向量相加 就我们讲的P加上Q 依照三角形 尾巴接头 可以得到这一个 然后再把第三S相加 得到这个结果 那我把中间过程去掉 就等于把这三个向量 按照顺序 把它移到 第一个向量头接 第二个向量尾巴 第二个向量头接第三个向量尾巴 然后把第一个向量尾巴 接到最后一个向量的头 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连加 所以这个就是多边形 右边就是一个多边形 那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图形 用三角形多边形的观念 来做相加 比较容易 然后用这个观念来讲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证明 几个向量相加 这两个图 我不在那边细讲 这很简单 这两个图可以证明 向量相加满足结合率 就P加Q加S 你可以先把P跟Q加起来 再加S 也可以把Q跟S加起来 再来加P 结果是一样的 而这边这个图 就是用图结完容易的 告诉我们 顺序 它三个以上的向量 也可以满足它的交换率 P加Q加S的S加P加Q 这个都是我们所谓的 利用图结法来解决 向量的加法 对不起 喂 几点 好 那下面呢 我们谈到向量的减法 如果有两个向量 一个P 一个Q 所谓的向量减法 我们就是用 加上一个负向量 所以P加Q P减Q 等于P加上负Q 因此像这边讲的 我本来这边是有两个向量 一个P 一个Q 我要用P减Q 就把这个Q呢 先做成负Q OK 变成负Q 所以就P加上负Q 那这一个 就得到了 我们的P减Q 这是你们课本上的讲法 OK 然后你们知道 向量的相减 还有另外一个 如果我还是照原来的 当作我要做加法 这是我自己画的 你们干嘛没有 这是我们的P跟Q 合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那你就会看到 我从这一点 从这一点连到这一点 是我P加Q 可是从这一点连到这一点 你们看 就跟我旁边的那蓝色的P减Q是一样 然后这个绿的P加Q 所以任何时候两个向量 你都可以把它尾巴对尾巴连在一起 画一个平行四边形 一边的对角线是P加Q 另外一边的对角线长度跟方位 就是P减Q 只是你们自己要记住 P减Q就是从Q的 如果是用平行四边形的做法的话 就是从Q的箭头连到P的箭头 不要连反 连反的话你刚好得到相反的答案 连反你会得到相反的答案 这向量的减法 那最后呢 我们这边会跟各位谈一个向量的乘法 向量乘法有好几重 我们先介绍最简单 就是一个存量K 成上向量P 如果K是大于0 就像这一个 K是大于0 那也就是代表出来的结果 K跟P的结果 它的向量KP跟P相比 它有同样的 它的方位线互相平行 大小就是原来P的K倍 方向一定是一样 这两个是正的 那如果是负的话呢 也是一样 大小就是K的绝对值 乘上P的大小 方向相反 方位线还是平行的 这是KB 那最重要的 如果K是0 乘出来结果就是0 这是一个所谓 向量乘法 那我们现在下面介绍一个名词 这个名词呢 Concurrent Force 我们叫做 共点力 这只限于力的 意思就是 所有的作用 所有的力量 必须是它的作用线 是交在同一点 这种力 我们就叫做共点力 记住 力量 只有属于共点力 它才能够相加 那相加还是一样 用刚刚多边形的加法 我们要强调是说 力量 很特别 你一定要确定 它是作用在同一点 作用线 集中于同一点 不管那点在哪里 就会变成共点力 只有共点力 才能够直接相加 我的意思是 大家看好 我这只笔 如果这边有一个力量 这边有一个力量 这两个力量 我不能够随便 把它加在一起的 我必须要先设法 把某种力量 移动到这边 或把这边的力量 移到这边 它才可以相加 这是力量 力 这个相当一个特色 那个 我们到时候 在第三个会 跟各位强调 我为着要把 因为 我为着要把力量 移到同一点 它会要产生 某些补偿效果 我们必须要考虑 第三我们会谈到 这边只告诉各位 concurrent force 叫做共点力 力量一定是要 作用线都移到 都集中在同一点 你才能够相加 那怎么移动 我们第三章 会跟各位介绍 刚刚第二节 我们很简单的介绍 向量的基本概念 跟它的基本运算 那是各位很熟悉的 除了一两个小节 小细节以外 所以我们这边多说了 那我们这一小节 最后 跟各位介绍一个例题 那是你们课本上 23页的第二个例题 这里有重要 它很单纯的 我们现在呢 这个bug 指了一个平底船 这边有一个平底船 然后我们用两个拖船 一个A 一个C 要来拖这个平底船 用两个绳索 这边的绳索叫T1 这边的绳索叫T2 我们可以看到 T1跟水平轴的夹角 是30度 T2跟水平的轴角 是α 那我现在已经知道 这个T1跟T2的合力 刚好等于25KN 你记得我们刚才讲 K是10的三次方 就是说等于25千牛顿 25000牛顿的力量 而且是刚好变成水平 也就是等于说 这两个 我们知道这两个力量 变成了合力 刚好就是等于一个水平的力量 然后大小是25KN 我再想想这个K 一定是小写 那他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点 我已经知道 这两个力量的合力 是25KN 沿水平方向 那我在α的角度是多少 因为你们知道很明显 α的 第一个是 如果α等于45度的话 就是上面三次 下面45度 那作用在T1跟T2 这两个绳索的拉力 分别是多少 这个等于是一个设计问题 我知道 我要有25000牛顿的力量 才可以把这个平底船 往右边拖 那我要分别 那我也知道 它的角度 30度跟45度 我要知道 这两个拉力是多少 我知道了拉力 这就进行学目的 我算得出拉力 才能决定 我要选多出的绳子 不要拉到一半就断了 那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看起来比较tricky 它是问 我希望T2 也就是作用在C的这边 这一个的绳索的力量 是最小 那我应该叫α是几度 也就等于说 很明显α不同的角度 我作用在T2的拉力 会不一样 那我希望是T2拉力 尽可能的小 那我α应该几度 我怎么选择α 这两个都是一个设计的问题 那基本单 第一点 我们就知道 这个T1是向量 所以就知道T1加T2 等于25KN 朝右 树莫画这个图 这边是T1 乘30度 这个T2 乘45度 大小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核力 但我们知道 这个核力 是25千牛顿 朝右 所以我们依照三角形的 那个本身 依照三角形的加法 把这边 这个的T1 搬到这边形成三角形 所以这边跟水平轴夹角 是30度 这边跟水平轴的夹角 45度 那这边呢 就是105度 就很清楚 然后我现在要知道的就是T1 抱歉 这是T1跟T2之间的大小 但我知道这边呢 是25千牛顿 因此 我们用最简单的 三角形的正弦定律 就是T1比上 你知道就三角形的三个边 跟对角的扇影子相比 都是一样的 所以依照右边三角形 T1比上扇影45度 等于T2比上扇影30度 等于25千牛顿 比上扇影105度 所以很简单的 我们可以算得出来 T1大概是18.3千牛顿 T2呢 大概12.94千牛顿 这就回答了我们第一个问题 这边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有两个 基本的三角函数定律 要牢牢记住 这是第一个 三角形的正弦定律 我留点位置 另外一个 是三角形的余弦定律 你们知道就是A平方 等于B平方 加C平方 减掉两倍的BC cos 阿法 就是B跟C的夹角 那阿法的对角的距离平方 A平方 等于两个夹边的平方和 B平方加C平方 减掉两倍的BC cos 阿法 我这样写 大家应该有印象 这个三角形的余弦定律 一个正弦定律 一个余弦定律 绝对不要忘掉 我们在应用率上 常常会用到它 因为要用它来决定某些角度 或是某些尺寸 那以这个例子来讲呢 我们就是讲的 依照正弦定律 直接从这边 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要的结果 这是第一个 好 第二个问题 如果我要使T2最小 让我的阿法角度 应该是多少 也就是T2跟水平轴的夹角 那我们的关键 就从这边看 我们现在 这个图的画法 我告诉各位啊 我是第一个 我知道结果 是25KN 25KN朝右 所以我先把这条线画出来 第二个 我知道T1 大小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它的结果 一定是 它的作用线 一定跟这个水平轴 成30度 所以我可以把 这一条虚线给画出来 那第三个 那我们是T1加T2 等于我的25K牛顿 那所以呢 我的T2就从这边 夹角不知道 可就分别画 那你就看 任何一条线 就是它的某一个角度 对应的结果 那这边一看 我们就看出来的结论是什么 如果你要使T2最小 从一个点到一条线的距离 最小的就是垂直线 所以我们得到了 这边这个结论 也就是说 必须是要T2的作用线 跟T1是垂直 也就是这边要垂直的 这个地方 要垂直的时候 T2的距离就会最小 所以我就知道T1跟T2的夹角 知道T1跟T2的夹角 这T1这个T2 我知道这边是90度 这边又是30度 那这边呢 就马上可以算出 这边就60度 马上可以算出来了 也就是只有在这个时候 就是两个向量相加 大家听好 这个结论是 如果两个向量相加的和 就是我的和的大小 跟方向是固定 那其中一个向量 一个力量的大小跟方 一个力量的方向是固定 我要使另外一个力量 是最小直的话 唯一的条件 就是这两个力量 一定要垂直 一定要垂直 这图就告诉各位 这件事 两个向量相加 如果它的结果是固定的 然后其中一个向量的方向不变 我要使另外一个方向 它的直是最小 那唯一的条件 就是这两个向量 相加两个向量 一定要互相垂直 那有了这个以后 剩下就很简单了 所以T2就等于25kn 乘上上以30度 算才是12.5kn 刚刚45度的时候 是12.94 那现在夹角是60度 就跟水平头的夹角是60度 它是12.5 所以我们得到的答案 就是60度 也就等于是说 我的α等于60度的时候 我T2绳索所受的拉力会最小 我再强调 这句话 它基本意思就是 如果两个向量 T1加T 就两个向量相加 的结果是固定 就大小方向都不变了 那其中一个向量 方位线不变 我要找到另外一个向量 使它的值会最小 那唯一的条件就是 这两个向量 必须要互相垂直 好 这个结束了我们第二个小节 今天讲了好几个小节 但因为都比较单纯了 那我们到这边为止 跟各位介绍什么是力 什么是向量 最要各位记住的 因为向量的代数 你们都很了解 所以我讲得很快 二则二节只有两点 大家要记住的 第一个向量的定义 不只是大小跟方向 这个物理量 必须还要加法 是满足平行四边形的加法 才叫向量 大角柱的转动 不叫向量 第二个 就是我们最后一个例题 所讲的 两个向量相加 如果结果是固定 而其中的一个向量 方位线不变的话 那要使得另外一个向量 值是最小 能够满足条件 就是必须这两个 相加的向量 它的作用线 或是方位线 是互相垂直 在这个条件之下 OK好 这个就结束了 我们第二小节 我们下个礼拜 跟各位介绍 第三个小节讲的 因为你们看到 向量相加 如果都用图结法 是平面的 我们举例子 是平面的 如果是空间 你要用平面的 多边形 找它的尺寸 那个几何问题 就很复杂 所以我们第三小节 告诉各位 真正如何把一个向量 拆解成分量 然后直接用分量 相加 OK 今天就先到这 有疑问的 可以来问 否则的话 我们今天就到这 下课 下课